杨子最新活动惊艳登场 粉丝纷纷赞叹颜值爆表 美若天仙 杨子的美丽和才华一直备受瞩目 她的形象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最近 她在一场活动中的亮丽形象 再次引起了广大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这次活动中 杨子身穿精致的礼服 优雅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的美丽令人惊叹 然而 除了美丽之外 杨子的才华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在演艺事业上 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她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专业的表演技巧 成为了影视界的一颗耀眼新星 杨子不仅在古装剧中有着精湛的演技 还能够在现代剧 青春剧等多种类型的作品中 展现出出色的表现 她塑造的角色各个栩栩如生 引人入胜 观众们对她的演技赞不绝口 无论是天真可爱的少女形象 还是坚强独立的现代女性 杨子都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的角色和风格 展现了她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在每一部作品中 她都能够用心去诠释角色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她的表演风格多变 形象丰富 深受导演和制作人的喜爱 成为了众多优秀剧集的主演之一 除了出色的演技 杨子还具有极高的人气和影响力 她的粉丝遍布全球 对她的支持和喜爱从未停止 她的形象清新自然 性格开朗大方 赢得了观众们的青睐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也很高 与粉丝们保持着密切的互动 展现了她的亲和力和真诚态度 杨子的成功不仅源于她的天赋和努力 更得益于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征服了 观众和业内人士 成为了一个备受尊敬的演员 并且深受大众喜爱 在未来 杨子将继续努力 不断挑战自我 为观众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演艺事业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 成为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这次活动中 杨子不仅仅展现了她的美丽和才华 还传递出了正能量和阳光的气息 她的出现让现场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让人们感受到了她的热情和亲和力 她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 更是她内在的气质和人格魅力的展现 杨子的光芒在活动现场熠熠生辉 她的亲切笑容和自信的举止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让人仿佛感受到了阳光般的温暖 她与粉丝们亲切交流 不仅展现了她的亲和力 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善良 杨子所散发出的正能量 让人感到振奋和鼓舞 她用她的行动和言语鼓励着人们 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信息 她的热情和活力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让大家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杨子的美丽不仅来自于她的外表 更源自于她内在的魅力和优秀的品质 她的自信 勇敢和善良 让她成为了众人心目中的偶像 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 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展现了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担当 赢得了众多人的敬佩 活动现场的一切都因为杨子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精彩和动人 她用她的美丽和才华 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亮点 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她的光芒不仅照亮了现场 也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 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总的来说 杨子在这次活动中展现了她多面的魅力和优秀的品质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喜爱 她用她的美丽和才华 传递着正能量和阳光的气息 为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 然而 就在这次活动之后 杨子的一举一动再次成为了网民热议的焦点 尽管她的美丽和才华仍然备受称赞 但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她的行为和态度 一些网民指出 杨子在过去的一些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和行为 被认为是不够成熟和理智的 甚至有些粗鲁和无理 这些言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杨子素质和形象的讨论 使她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在社交媒体上 杨子的一些言论和行为引发了网民的不满和批评 有人认为她的言行不够得体 缺乏成熟和理智 甚至有些失礼和粗鲁 这些行为让一些人开始对她的形象产生了质疑 觉得她与之前展现出的形象不太一致 一些网民指责杨子过于自我 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 他们认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有更高的道德和素养 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做出不合适的言行 这些批评让杨子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引发了人们对他的态度和行为的关注和讨论 然而 也有一些网民对这些质疑持保留态度 认为杨子只是一个普通人 也有情绪和失态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些批评过于苛刻 不应该过分地追求公众人物的完美形象 应该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无论如何 杨子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他的行为和态度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未来 他需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提升自己的形象和素质 才能够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 这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一些粉丝和支持者认为 杨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也会有情绪波动和不成熟的时候 不应该过分苛责他的言行举止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杨子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行 不应该给粉丝和公众传递负面的信息 与此同时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其他类似的回顾和思考 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 一些明星因为言行不慎或者态度 不当而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和抨击 这些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提醒公众人物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行 不要轻易得罪粉丝和公众 这对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再次提醒人们 明星虽然有着耀眼的光环 但他们也是普通人 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和情绪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评判 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举止 同时 这也给了公众一个警示 不要轻易将明星的形象神化 要理性地看待他们的言行 不要盲目追随 截至目前 关于这是否会对杨子的形象和事业产生持久的影响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给杨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也让他更加警觉地对待自己的形象和言行 对于这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杨子应该如何平衡自己的个人情感和公众形象 他的经历能否成为其他明星的借鉴和警示 肖战的影视剧和代言商务在近期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 引发了网上的热议 有所谓的知情人爆料称 肖战已经和两位国际女王同级别 分别是巩丽和张子怡 这两位女演员在国际领域享有盛誉 知名度高 影响力巨大 虽然暂不讨论是否真的同一级别 但肖战本身已是一位超级当红巨星 地位无法撼动 其国际影响力非常强大 据爆料 肖战已经和巩丽 张子怡两位国际女王同级别 尤其是张子怡接替刘诗诗成为TOBS品牌代言人 与肖战共享品牌代言的头衔 然而 将肖战与巩丽和张子怡相提并论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这三位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各自拥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没有所谓的同级别 肖战作为一名年轻演员 虽然名气和人气与巩丽 张子怡相比稍显年轻 但她的巨星地位在国内已然稳固 国际上也享有不小的声誉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 与国际女王同级别这样的说法 而是源自她自身的才华和努力 她在影视剧方面的出色表现和在商务领域的成功 都是凭借她的实力和努力赢得的 无论是在演艺圈还是商业领域 肖战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潜力和魅力 因此才能够成为当今备受瞩目的巨星之一 虽然肖战与巩丽 张子怡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之处 但他们各自的成就和影响力是无法直接相提并论的 肖战作为一名年轻演员 未来还有很多成长和发展的空间 她的成功之路也将会更加辉煌 因此将她与其他顶流演员相比较 或许并不完全合适 肖战的成功更应该看重她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以及她所带来的正能量和影响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不喜欢看到肖战被比较 奈何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一直以来总有人拿肖战和各种各样的人比较 这样做完全不合适 肖战只是一位专注于演艺事业的艺人 专心致志拍戏 致力于为观众们塑造好角色 仅此而已 粉丝们对肖战被过度比较的态度并不陌生 他们认为肖战是一位独具才华和魅力的演员 应该以她个人的实力和成就来评判 而不是与其他人进行不必要的比较 这种比较不仅对肖战本人不公平 也容易引发粉丝之间的纷争和不满 然而尽管粉丝们对这种比较现象持有反对态度 但这种现象却屡见不鲜 总有一些人会拿肖战和其他明星进行比较 试图评判谁更出色 这种做法不仅容易引发争议 也容易造成误解和偏见 不利于艺人们的发展和成长 事实上肖战只是一位专注于演艺事业的艺人 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为观众们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和比较 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 因此对于肖战来说 他不希望被过度比较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他个人的成就和努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不是与他人进行无畏的竞争和比较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肖战的努力和付出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 他的演艺事业也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总之祝福肖战 也会一如既往支持和期待肖战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未来的肖战 注定一路辉煌 能够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希望肖战不忘初心 坚定脚步 未来和小飞侠携手并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